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急诊事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到轮源投顾前贯州分析师老师好 千涵好大家好 苹果最近不断的在推出新产品 不管是手机笔电还是耳机 那他的iPhone 11销售数字也是优于预期 他的股价也一直不断的在创新高 那关于他未来的趋势呢 老师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投资朋友参考的吗 好如果说我们从今年的第三季第四季以来 苹果卖得很好的部分 包含像是iPhone 11的部分 另外来讲的话消费性电子的部分 这个无线蓝牙耳机的部分 我想这块这个区块来讲的话 他的AirPods 他的一个新款出来 甚至比前一款大概贵了要三千两千块左右 他其实还是卖到缺货 很想在这样的一个需求边来说 其实是很畅旺的 果粉还是很强 对但是我们从苹果的股价来看 可以看到出来 最近都是一个持续创新高 要跟大家报告 这样的一个持续创新高来讲的话 他不会是只是涨现在 因为股价 如果说我们听过一句 这个所谓股市的一个俗语 就是说股价都是反映未来 很想来讲的话 以目前在最新的股价 这个苹果股价是在上禮拜五 是一个创新高的动作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反映到 明年的一个需求 跟明年的一个展望 我们先从下一章来看 其实明年来讲的话 第一季 我想苹果的产品来讲的话 从明年第一季开始 到明年下半年应该都不会太寂寞 那首先来讲的话 第一季便宜版的iPhone SE2 即将去做一个开卖 跟这个所谓的一个销售 那当然讲的话 大家觉得说这个苹果的第一季 的这个便宜版到底会卖的好不好 那我们其实这样预估 预估是3000万支左右 这对照过去来讲的话 苹果可能在上半年都是一个 比较淡季的一个情况 可是我们会注意到 在接下来的2020年来说的话 可能苹果的这个第一季 可能开始就会出现一个 首先就是一个淡季不淡的一个状况 那代表说相关的零主线 像是一些软板啊 或是像是 包含像我们在 其实在lilet里面 我们都跟大家讲到说 一些平概股的部分 像最近这个可乘 就股价就是很强悍 其实我们在上一周里面 我们在lilet里面 我送了一个资料来讲的话 就讲到可乘 刚好是这个礼拜一礼拜二送资料 就股价大跌拉回 对不对 假设你那个时候去买的话 你发现 你发现买进去之后 大概礼拜三礼拜四 就股价就开始往上冲 大概就涨了还蛮多左右 那所以说在这块来讲的话 我们都可以注意到 目前是大家比较 可能是对后续的一个展望 是比较有点多空互件的一个情况 反而在这个时间点来说的话 你把目光瞄准到 瓶盖相关的部分 我想包含像可乘 他是一个范例 那另外像软板 像一些手机零组件的部分 其实都有他的一个机会 那么再从下一站来看的话 其实你说这个苹果 只是到了第一季就结束吗 其实第一季我认为只是一个暖身 他只是一个刚开始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说 瓶盖股最好切入的时间点 在什么时间点 传统来讲的话 可能我们讲说 苹果发展 这个所谓的一个发表新产品 都是在传统第三季末昨天 第三季出到第三季 大概9月10月份那个时间点 那你说买瓶盖股 最好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 其实应该都是往前挪 就是说可能往前抓一季抓 他要出新的 就要下手 你说第三季已经忘记来了 可能他要开始发表了 结果你再去买瓶盖股 那个都太晚了 反正我们要在明年的第一季 第二季左右 才是开始去做一个真正去做一个 建立瓶盖股相关部位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因为明年来讲的话 第一季我刚提到 就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所谓淡季不淡的一个现象 所以说可能在现阶段 你就要注意很多瓶盖股的一个买点 那我们再讲说下半年来说的话 明年的下半年 这个苹果派 这个三款预估三款5G手机上市 所以我们其实之前就提到说 在明年2020来说的话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指数位置很高 美股创新高的时候 怕说怎么那么高一直 越高越买不下手 其实如果说你在发入我们的Lineart 其实你要说这个行情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反转 我觉得注意到我们老师每天在Lineart 上面所提供的一个盘式讯息来讲的话 你就会注意到说这个地方 可能目前还是一个多方局面 所以明年来说的话 可能现在开始 你要去做布局瓶盖股的部分 那明年下半年来说 可能刚好就是一个收割的一个机会 所以说现在开始到明年一二季 我认为都是你要注意到手机这个族群 特别是在整个苹果政治 在飞瓶阵营的部分族群来说的话 你就要去做特别留意 因为明年来讲的话就是一个5G手机 可能会开始去做一个大幅去做一个展现的机会 那到底要买什么类估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表来看 其实相关的产业来说的话 看老部分包含像是最近PCP很强 你说滑通涨了一波对不对 那反而滑通之后来讲的话 可能就软板这个区块 为什么软板呢 因为从明年低级来说的话 包含像苹果的天线 甚至我来讲的话5G手机的天线来说的话 可能相关贵股像是台郡啊 好像真顶涨了一大波 你就不要去暂时不要去做这个台郡来讲的话 6269的台郡还是在一个股价相对低位置的部分 我想这也是在我们的Lite 里面去做一个追踪的一个部分 来讲的话 那当然像是苹果的软板的部分 可能就他的关键主件 甚至在消费性电子题材人来说的话 包含像是这跟耳机相关的部分 像真无线蓝牙的这个区块 TWS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苹果下单也高通对不对 那可能像飞瓶阵营的像原相 327的原相在上礼拜五 低根大涨出去来讲的话 其他股价位置还是在长期低档 所以这些类股来说的话 其实你都会去注意到 有没有可以去做一个逢拉回 切入的机会 所以台郡原相可曾 都是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股票 这样的意思吗 对我认为他都是大股票 而且他都是一个趋势上的一个标的 好 谢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讯息 欢迎加入老师的Lite 那财经见识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